上行車準備通過路口 下一秒跟黑色轎車交叉狀 女駕駛瞬間被甩出車外 整台車轉半圈 側翻倒在路中 消防隊貨報趕到現場 副駕駛許姓乘客受困 五六名消防員把人救出後 抬上單架送醫還是宣告不治 第二個救出的是女駕駛 一查發現她跟副駕駛是母子關係 人被甩出車外 還有生命跡象 另一名乘客 零姓男子自行上單架 有意識能自主行動 最後脫困的是15歲小兒子 箱形車上連駕駛五個人 共一死四傷 失敗現場箱形車撞到嚴重毀損 地上血跡斑斑 車內雜物飲料罐噴飛一地 保險桿整個撞歪 另一邊黑色轎車車尾全毀 車位潰縮 後擋風玻璃 車窗全碎裂 場面顯像緩生 這是兩車貨嗎 找我顧及看 一個月好幾次 兩車交叉狀就發生在彰化方苑 方寮路上8號早上10點多 39歲許姓女子在兒子們 要去積寮抓機 路上跟轎車擦撞 造成一人身亡 駕駛 那她受傷的時候飛出車外 那胸部有受撞擊 雙上之骨折 目前是沒有生命的危險 不只彰化雲林也發生死亡車禍 女駕駛開著進口轎車 路中迴轉跨越雙黃線 後方騎士閃避不及撞上 兩秒就落下了 我第一時間出去 就已經整個月都飛了 機車龍頭正中間裂成兩半 車殼嚴重破碎 零件掉路邊 警方說女駕駛違規迴轉駭狀 將負起過失致死的罪責 TVBS新聞 陳日中 蔡松霖 呂正成 徐又翔 彰化雲林廠報導